我們正在討論,由波已經說到不是波 眼中有波,其實沒有波 用手踢波,用手搓波 這個現象也不是在足球 你見不見現在普遍的藝人都是多才拖藝 因為他們要唱歌,最主要收入樂園 不是唱片,是賣廣告,拍硬照之類 其實在香港的娛樂壇上 有一條金剛大道 現在這條金剛大道就沒有那麼不值 就是阿哥,你求神拜佛 你在無線那裡進去做藝人訓練班 然後以極低廉的價錢被人簽了之後 就在無線那些一定有人看的節目裡面去發揮你 然後你叫到差不多一刻就出去找外快 就是這樣 這個其實也是以前的腦 但是後來就不同了 因為外面的市場大了 雖然現在無線也是很壟斷 因為通過合約的關係 其實你看不見很多人在任何一點出發 他都會做完所有的娛樂事業 他就這樣說 譬如你唱歌,他會拍戲 拍戲之後又會做別的東西 或者一個人他拍戲 其實他唱歌好像俄功後一樣 他也會唱歌 就是一個套餐 就是要補充它就完成了 增加它的曝光率才可以賣到廣告 才可以賺到錢 沒錯 亦都是跟我們人類發明的科技進步有關 以前你錄歌是最少一起可成的 現在錄一段 做一個note 做一個key 然後再剪一剪賣賣 差不多每個人都做到歌聲 基本上 如果說回 這個球壇 你覺得 在今屆世界杯之後 你會覺得 足球的發展是怎樣 現在是說足球 現在有一隊叫做西班牙的物體 自稱打攻勢足球 不過是入了八球 打七場球 會不會影響整個足球潮流 我覺得其實 哪一隊是冠軍 是不是這麼重要 當然 通常我們學習 學習冠軍 不會學習亞軍踢人那一隊 學習冠軍 會猜球那支球隊 但其實 問題是西班牙這種踢法 就不是真的 那麼容易學到 你要出到一群人 好像印尼斯特沙維那些 那麼適用的球 控球能力好 以及全球能力高的人才學到 其實我猜現在可能 對於西班牙的對手 譬如歐洲國家盃兩年後來 他們的趨勢可能就是要演練一套模式 去對抗西班牙那一套 而其實西班牙 由十六強到決賽 每場是入一球 已經告訴大家 其實是要對付他們 並不是我們想像中那麼難 世界冠軍是世界冠軍 但是 競技運動就是 尤其是足球來說 很有趣就是一個偶然因素很重要 就是如果雲達華志肯走快兩步去 就會解圍得很好 就不會有印尼斯特沙維的入球 如果諾賓兩球單都下半場入了 那現在可能荷蘭就是世界冠軍 其實所以 我覺得沒有必要是因為 一架世界盃就可以去 整個足球的潮流就會扭轉 即使說你的意見就是 其實也要 第一個就是 就算想學西班牙也不容易 是的 當然是 學一些 荷蘭當然容易一些 因為你只是踢人 所以才學一下踢人 這是事實 踢人不是很難 踢球比較難 但是我會覺得有一個位置 其實 重要性 其實越來越看到 就是一個 名義上的防守中場 但其實他會懂得 用球 懂得控制節奏 這個 你沒有認識的 對足球 其實所有好的隊伍 都是有一個 攻守兼備的後妖 其實現在你看到 譬如巴西亞 因為現在就是摩連奴化 搞成這樣 我可以數到 即使你說荷蘭三建議 的時代 列卡特就是這個人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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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自己的禁區邊拿到球 是有能力 發動攻勢 跟著那個攻勢去 當然他發動攻勢 不是他 如果直接交上去 就是他的事 但大部分都不會這樣 因為如果用荷蘭的戰術 現在大部分是不會做長傳的 是會交給你 做長傳 他由自己的禁區 到另一個禁區 其實所有強隊都是這樣 我發現就是近年 例如巴西亞安廷 其實就是沒有了這一類型的球員 因為是 是教練的問題 他不會用這些人 他覺得兩個防衝是最好的 兩個防衝之中 是以防守為主 所以你看到 在巴西的陣勢裡面 基伯圖斯華和美勞 其實是重疊的 如果說防衝來說 他把球交給卡卡 如果你在以前的陣勢 就是 基伯圖斯華或者美勞 有一個是可以 end to end的 你明白嗎 即是說卡卡 如果 Let's say 卡卡 是資於 另一個人 是在兩個前鋒之後 那個的附風 或者叫控制人 他和 基伯圖斯華和美勞 可以換位 你明白嗎 即是說他 他 這個基伯圖斯華或者美勞 都可以上去做他那個位 現在是不行的 他兩個去到那裡就要交球 給卡卡 你見到 現在我們的球賽就是 很迂迴 對 對 其實 在英國來說 Jerard 是可以做這個 但是Jerard 因為 無論在英國隊 和利物浦都不讓他做這個 因為覺得這樣太危險了 如果整個球壇的教練覺得這樣算爆 這樣是沒有需要的 這種技法或者這種球員 是自動會消失的 因為如果你是這樣的時候 教練已經糾正了你 你不可以這樣做 這個就是 為什麼摩連奴 會搞到一些好的球員 是不好 或者偶爾 是將一些 潛質味道的球員 好像捱身之流 這些人 就是Polish 到一個出來 我不是說他完全是不行 但是 長遠來說 多摩連奴的足球一定是很悶的 就是一個非常悶的遊戲 就是太多的計算 而少去讓那些 被那些球員發揮的時候 一切變成一個 線性系數 這樣就沒有看 如果你今屆看 很多都是線性系數 就是一個 計算到的東西 所以你對於發展 有一個悲觀的態度 有什麼意思? 我覺得 足球 是會走上美國運動的後塵 即是 美式足球 籃球 是計算得很準 當然 當然 我是足球迷 我當然覺得足球最好的 可能是籃球 或者 未懂足球 人家刺線的時候 每一組都在享受最好的樂趣 你要看足球 是傻的 由小球入 又不清楚的東西 又計算得不好 你怎麼看呢? 例如你說 看美國式的運動 講求公平 所謂公平 講求這個 照顧的view 其實很多人問 改革就是要照顧電視觀眾 美國的運動就是這樣 其實我覺得 如果 足球和美國運動比 其實足球最主要的因素就是 入球少 其實我覺得 入球少 其實對於足球來說 是很重要的一件 因為 其實 譬如我們說 你剛才所說 摩連路的球隊有很多計算 但其實 你怎麼算 其實有一些東西 你是沒辦法算到的 譬如一些很偶然性的東西 其實去到最後 你教練所做的事情 其實就是 你怎樣計算到 長球的演化 但一些很偶然性 譬如你射中處 還是 但內處難入 其實你計算不到 所以這些偶然性 但其實 這就是 賽制的問題 如果 你是一個世界聯賽 那 就是 那便可以搞 你不是四年一度 集合別人來踢 其實四年都集合別人來踢 是 有好有不好 如果你是一個世界聯賽 你這場輸了 滑場 你選擇 十六隊出來踢四年 就選擇 不過這樣就沒有生意做 你明白嗎 例如有十六隊 如果我們改了賽 就選擇四年 任你踢 你自己打聯賽 聯賽冠軍才是 林普雲 接著 十六隊 或者再有外卡 那十二隊就打個杯賽 一樣 這是世界盃 果然真的是 你輸了一場球 就沒有運 你明白嗎 西巴雅要打十五場球 巴西要打十五場球 對嗎 那個真的是世界冠軍 對嗎 我覺得是可以改的 對嗎 那是世界聯賽 這個就是杯賽的 杯賽也可以 有兩個 杯賽和聯賽 有一隻超世界冠軍 一樣 但是我們現在要搞到 是 event 或者是劇場化 就不容許這樣 細嘴長流 真是整個冠軍出來 你剛才說的 運數那裡 其實可以降低到 是不是